你任何一个无论我管你是美国还是英国 你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一段认真的感情 他怎么还可能跟别的女孩子再来那个交往呢 肯定就是骗你的嘛 等于是把我骗了嘛 我就直接到他公司去了 直接散耳光子 这栋别墅是张静前阵子刚买下的 现在正在装修中 这里成了张静离开三年后 重新回到深圳唯一的落脚地 因为平日里张静工作太忙 父亲这次特意赶来 帮他看管装修进度和质量 看到张静买的别墅 父亲的心里其实并不开心 因为张静以前的房子更大更多 眼下老人更操心的是张静的婚事 张静自从大学毕业之后 就孤身一人来到了深圳 他的视野发展顺利 不到30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家银行制行的行长 还在深圳买了三套房子 但是他的个人问题一直非常坎坷 一直充当女强人角色的张静 有过两段恋情 但是都与分手告终 提到最近的一段感情 更是让张静的内心心痛不 四年前 张静遇到了一个正在事业低谷期的男人 从见到他的第一名 张静就爱上了这个男人 他毅然决然地卖掉深圳的三套房 和他一起去了北京发展 在男友的母校附近 张静投资了数百万 开设了一间茶社 并把男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 然而几年下来 茶社的经营日渐惨淡 在即将面临倒闭的时候 男友却不辞而别 遭遇了爱情和事业的双重失败后 张静从北京重新回到深圳 本身就有底子的张静并不畏惧 很快他就重新在一家公司 担任部门负责任 并且受到了老板的赏识 到了晚饭时间 张静来到弟弟和妹妹家 一桌子好菜 加上好酒招待 之前张静的弟弟在北京做生意 他和张静的前男友接受的比较多 几杯酒下毒后 他忍不住数落起姐姐这段失败的感情 他觉得姐姐找对象的目标太过理想 太过于注重所谓的才华 这才导致很多坏人趁虚而入 虽说外表和行为举止非常有修养 但是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出本性 这些都被弟弟这个局外人 看得是一清二楚 可是当局折迷 张静觉得爱情一直是纯粹的 不掺杂任何现实问题的 如果对方不能给他带来精神的语言 那么就没有必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张静因为新房没有装修好 只能临时在闺蜜家里落脚 今天是中休之夜 四个单身女人和一个张静的北京朋友 围坐在一起过节 难道张静的这段过往 北京的朋友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真心 我跟你讲你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 不对的地方并不是意味着你本人你性格不好 而是你对自己定位定位彻底错了 你明白意思彻底错了 为什么你首先你不是一个漂亮女人 你就像和叶子没法比 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叶子可以耍性子是因为她漂亮 那你现在很简单一道理 找一个有过故事的离过婚的 对你来说没有伤害的没问题啊 那你自己还抱着少女的情怀 还期待着找一个未婚的还找一个 我的一个帅哥 我靠 大姐这事太难了 都是帅哥好不好 都是帅哥 这个不是原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到现在都没有怀疑过她当时跟我在一起的动机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是图什么 我觉得就是图一份感情两个人在一起 我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 你还是开了茶馆 你还是把她父母接过来了 这些都说明了她的某种动机实现了 但是是我愿意的 因为企业家 所以男人就要踩在她肩上 没错 沾点什么 就好像这一次那个谁来我们的样子 没有承认这一点 他不承认 我始终都没有承认这一点 张静 你要是想让我们今天中秋节过得快快乐乐的 这是张静回到深圳后 第一次的敞开心思 和家人一样 朋友们自然都劝她 降低自由标准 但是张静觉得非常委屈 因为她从未要求对方如何富裕 只奢求能找到一个理想中的灵魂拜领 张静的心房终于装修好了 她从闺蜜的住处搬进了自己的新居 父亲也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回湖南老家 这天晚上 亲朋好友们都来到张静的新家 敬和她的桥仙之喜 饭桌上 婚姻永远是离不开的话题 父亲虽然内心为女儿着急 但是还是忠心注意 女儿找到新意的对象 父亲两杯酒下毒后 语重心长的告诉女儿 女人在外面强可以 在家里千万不要强 男人有男人的自尊心 她教导女儿要对男人温柔一点 饭桌上的弟弟妹妹如今早已成家 当初率先在深圳发展 扶持弟弟妹妹的张静 反倒成了最让家里担心的一个 饭后 张静和妹妹躺在床上 尽管家里和朋友都劝她要求不能太高 但是她依然保持自己的择偶标准 人生不如意 十成八九 她懂得 人生并不一定圆满 这个道理 所以张静并不是能够轻易被说动的那种人 11月11日 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现在却成了光更节 张静在这一天也要过节 不过她过的是生日也 从这一天起 她即将迈入不惑之力 在酒桌上 张静一杯接着一杯 这个在工作中的女强人 面对不顺利的感情 却丝毫没有切入和退缩 时光很快就到了年底 张静一年以来的工作表现 受到了公司高层的肯定 她现在被调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度 张静前阵子出差武汉的时候 对那里的一位画家暗身倾诉 可惜 画家因为向往佛法 已经成了一位出家人 张静就在憧憬着的恋情 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一次偶然出差北京的时候 张静回到了这个充满回忆的茶社 如今这里已经交给其他人打理 再次回到这片地方 已经是务实人非 张静原本希望这次来北京 能找到机会 与前男友附和 不过眼下看来 对方没有任何回心转意的意思 在深圳的西部 和珊正在自己的家里处理业务 和珊在一家港资公司上班 通过这些年的打拼 他已经建立起稳定的销售网 现在他大多数时候 是利用电脑和电话来完成业绩 二十年前 河山从江苏老家 南下深圳的时候 这里还是渔村 自从河山来到深圳后 工作成了他生活中的全部 经过几年的打拼 也如愿在深圳买了房和车子 但是随之而来的 就是个人问题 他和张静都是来深圳打拼的人 他们也都被一些人称作为圣人 今天对于河山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人 追求了河山两年的阿峰 把他约出来共进晚餐 两年前的阿峰 向河山求过一次会 可是被拒绝了 随后的两年里 他们一直处于 若即若离的状态 没能走得更近 却也没有能完全歌声 饭桌上 阿峰似乎有些 季待河山的脾气 两个人的话 并不像情侣间打起码枪 反倒充满了火药 明确了 上次拿那个手机 在你的微信上跟我讲话的 那个小妹妹 是真的有这么个人还是 有啊 有 然后我说 诶 你们 她是以前的女朋友 她是你前女友啊 她可没这么说 她说跟你是像好兄弟一样 我知道 但现在我们就是哥们嘛 哦 反正我 她性格比你 她性格是属于那种很爆的嘛 很爆 比我还爆吗 是 那你还说我是女强人 嗯 你肯定也是女强人 但是 你既然说比我还爆 我就觉得 我还是蛮爆的了吧 这个男女之间有时候 说不来吧 可能情感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要是那么简单 大家各自早就结婚成家了 是吧 哪要等她现在啊 这顿晚餐吃得并不愉快 可以看出 河山似乎对阿峰并不感慌 河山其实内心里有了重一对手 是北京的一位律师 听说她在北京遇到了官司之后 河山决定去北京看她 回来之后 她的闺蜜想来看她 她想知道 河山此次北上的结果呢 然河山却告诉她 经过这一个月的相处 她已经放弃了 这段从未开始的感情 因为她感到 对方只是把她当普通朋友 河山比较强势的性格和脾气 让她在感情中不是很优势 但是对于一些渣男 她可是毫不留情 马克是河山的美国朋友 四年前 他们相识于这家咖啡馆 随后发展出一段恋情 然而不久后 她就发现 马克生活中还有别的女人 你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是一段认真的感情 她怎么还可能 跟别的女孩子 再来那个交往呢 肯定就是骗你的嘛 等于是把我骗了嘛 后来我 因为那天很晚了 我回去了以后 我让她跟我道歉 然后怎么怎么 她一直不理我 不理实在 后来我就很恼火 我就直接到她公司去了 直接散耳光子 而且让她必须向我道歉 必须要跪着向我道歉 她当时只跪了右腿 她说她左腿痛 我马上就走过去 用脚去踢她 我说痛再让你痛 我叫你一起跪 两个都跪 我就跪 而且必须跪够一分钟 我要看着手表数着 不段时间不要起来 那时候 其实我是心里很生气 但是也很悲痛 就这么不好的局面 河山的家人 也都在深圳地区 父母住在弟弟家里 姐姐妮 弟弟的婚姻也即将破裂 平日 父母就召开他们的孩子 因为接触到了 不少的单身男女 二老对于河山的婚姻 倒并不是那么催促 这位女孩嘛 都要成家嘛 从过去来讲 女人不成家的也有 也有 但是不多啊 她不想现在这么普遍 像我的祖母她们讲话 都是她最空男没有空女 用现在的话讲生男生女 我们这听到 古语来讲 至于男的 看不到老婆 男女的嫁不出来 现在她们搞烦 元旦前夕 河山的家里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从四川来到深圳的吴明 如今经营了一家小工厂 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 接触到河山后 吴明一下就看对了你 河山也非常喜欢 这位可爱的长者 可是 因为河山 比她大几岁的原因 还是有些退缩 就是震荡 震荡壮年的时候男人 那那个时候不满足了 怎么办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吴明还是因为受不了河山 咄咄逼人的性格 最终 选择了结束这段恋情 来自福建的黄文娟 29岁了 在一家日起做财务经理 除了日常工作 她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就是相亲 基本每周都要见三到五个 自从在婚介所缴费后 文娟半年的服务 就要到期了 这天晚上下班后 她赶来参加最后一次相亲 这个小伙子 叫陈友军 她是今天的第一次相亲 一直聊到最后 两个人都没有擦出火花 最终散去 三世不到的文娟 是一种想结婚 但又想再等等的尴尬爽 她觉得女人就应该挑 她不会说你不要再挑了 本身女孩子就应该挑 为什么不挑呢 为什么要是随便便了这样的呀 最后一次相亲对象 陈友军 约她吃过一次粉 不过两个人 显然都没有找到心动的感觉 四号极少年了 就是素质啊 重的素质啊 就是能力啊 还是有的 不错的 但是 以男人角度的话 很多时候可能就 也可能是我 太作为外形了吧 所以说没有那种激情欲望 就下次再见 再续的那种欲望啊 知道 冲动 他真的有点真心不帅 他高度可以 但是他长得不怎么样 这个就是他 说话呢就是 性格比较内向嘛 有点冷 哪有他 假如遇到自己喜欢中医的男人 也可能不那么主动 也等着别人去 那别人怎么知道你的心事呢 对 互相看不顺眼嘛 我就知道他看我不顺眼 综合这两点 我觉得可能就导致他 半年来没有找到 找到男朋友的 直接原因 说实话 我自己分析一下 我自己性格 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在没有付出的时候 我就会 考虑太多嘛 然后等你考虑完了 基本很多东西都已经过去了 三个生活在深圳的单身旅行 在摄像机里生活了一年的时间 他们是深圳 这座新兴城市的所有 也是当代女性的所有 当许多女性 开始以圣女自嘲的时候 女性的社会地位 到底是发展或倒退 无从得知 但是她们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 都不想被圣经 她们渴望爱情和婚姻 期待来自疫情的温暖和呵护 但是 因为种种因素 她们始终摆脱不了 圣女的标签 为了找到原因所在 人们常常会多加责备 责备女性过于挑剔 社会的发展 改变了女性的择偶观 价值选择 但社会 从未动摇人的天性 我是大头 只分享给你高峰好点 咱们下期再见